在这一边呢我要讲CT9C CT9C呢它是那个属于分式的加减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有学这个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的时候 它变成三分之二 我的分母一样的时候 我分子加上来1加1等于2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分母是3A 一样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加上来2加4 6 然后它就会变成6 over 3A 可是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133236我就可以越减 所以它会变成2 over A 然后减的情况之下也是一样 我的五分之四减掉那一个五分之二的时候 四减二二 所以它会变成五分之二 分母一样造写 然后四减二就二 所以我在这边四减二是二 然后这个是5X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我的分母都是A 所以我就有18减十二再减五分母是A 18减十二六 六减五就会变成1 所以它是一分A 然后我的分母呢是N 所以它变成3M减6M再减2M 所以它会变成减5M over M 3减6减3减3减2减5M over M 然后在这一边2加5 它会变成7X over X加Y 啊然后这样就完了哦 OK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X跟这个X越减哦 OK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我的那个4加6除2是10除2 它会变成5 可是你的4加6除2呢 你在这一边 如果你讲啊我2跟4越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8 然后我的4加6除2啊 我的2跟6可以越这边3 啊它就变成7 可是真正它是5啊 然后所以这个是错的啊 这个也是错的啊 你这样来个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的做法是属于北七的做法 白痴的做法 OK 所以你的这一个4加6除2呢 我们有两种做法 form 1的做法是这样 4加6除2 它变成4除2加6除2 所以它就变成2加3也等于5 OK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这个4除2 6除2 然后这个是2 这个是3 2加3等于5 然后我的4加6除2的时候 我把2抽出来 然后它是2加3 factorization 除2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个越越 然后剩下2加3就5哦 OK 啊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a2-b2 a-b 你看它的分母一样 所以我上面分子是a2-b2 a2-b2会变成a加b 乘a-b 然后下面呢是a-b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越减 所以我最后的答案呢 那会是属于a加b 这样 好 所以 这一个 呃 它跟我们小学学的东西 就是分母一样 可以直接加分母一样 可以直接减 然后它唯一的差别呢 是我 我我们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factorization 然后能够越减 我们就越减 然后我刚刚的这一个 4加6呢 它都是属于那个2的倍数 它会变成2挂弧2加3 是因为我知道它是2的倍数 我把2抽出来 我这个除2 这个除2 所以我这一边224 然后326 所以2挂弧2加3 这样的一种东西 好 好来 接着第七题这一边 它的那个分母是x加y 然后它是x加y 所以它分子是x加y 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x加y除x加y 哎呀一样的东西哦 1哦就好像我有5除5它会变成1 然后7除7它会变成1 所以我的x加y除x加y 它就会变成1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这个 c-d跟d-c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我的d-c呢 会是等于减 挂弧c-d ok 就是说它这一个这样 你看我乘回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它会变成-c加d 然后它就是d-c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3挂弧c-d 然后它这一个你看减d 它这个减 然后这边减2挂弧减 那个是c-d 所以它减减变成加3 overc-d 加2挂弧c-d 然后它会变成5挂弧c-d ok so 这一滴的难度就是你的这个d-c 要变成减挂弧c-d 我们懂p-q 会是等于减挂弧Q-p 然后我的a-b 会是等于减挂弧b-a 它两个term减的时候 你减抽出来 然后它后面呢 跟前面的导版为止 这样 然后接着第九题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你看我的这一个 x-2y 2y-x分母好像不一样 可是事实上我的这个2y-x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减 然后x-2y 所以它会变成6 over x-2y 加4挂弧-x-2y 所以它就会变成6-4 over x-2y 6-4是2 然后over x-2y 就是这样 ok 好 下一题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b-2a 我的b-2a会变成-2a-b 你看2a-b 然后b-2a 它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只是它的那个符号不一样 所以你的这个2a over 2a-b 它会加b挂弧-2a-b 所以它变成2a-b over 2a-b 然后它会变成1 所以在这一边你就有2a-b 这在分组 然后你的2a-b跟2a-b是一样的东西 你越减它会变成1 就是这样 ok 好 在这一边呢 第九跟第十题呢 还有第八题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现象 我们正常第七题的时候 它分母是一样 x-y x-y 它分母一样 然后我来到第八题的时候呢 它c-d跟d-c 它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因为c-d跟d-c是不一样 ok 就好像我在这一边 假设我有这一个东西 我有7-2 我会拿到5 然后我的2-7 我拿到的是-5 哎 你就心里想 如果我在这一边 我有一个3-5 然后-2-5的时候 哎 我其实我这个 它的分母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它会变成3加2over5吗 所以它就变成5over5 它就变成1哦 然后它就变成5over5 然后等于1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c-d跟d-c的时候呢 我可以知道我的d-c d-c跟c-d 我可以把d-c变成 减挂弧c-d ok 就是说前面减后面 后面减前面 我的后面减前面 我变成减前面减后面 ok 就d-c我变成减c-d 我把它变成减c-d的时候 c-d c-d是一样啊 然后我的这个减减合起来 它就变成加 然后同样的 在这一边 我的x-2y跟2y-x的时候呢 它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 可是我的这个x-2y跟2y-x呢 我在这一边 我要把这一个减抽出来 减抽出来 so我的x-2y变成减2y-x ok 就是在这一边 我有p-q 我会变成减q-p a-b变成减b-a 然后我的那一边 假设我有什么 假设我有那个什么 我有x-y 我可以把它变成减y-x 然后我的r-s 我可以变成减s-r 就是说两个term减的时候 我可以放一个减在外面 然后后面的东西导反过来 所以我这一个2y-x 我可以变成减x-2y 然后你看x-2y x-2y-x-2y一样啊 然后过后这一个加减合起来变成减啊 所以6-4x-2y 就2over x-2y 同样的这个2a-b 然后b-2a 所以我的这个b-2a 我把它变成减2a-b哦 所以他变成2a-b over 2a-b 然后他拿到答案会变成1 好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我的x-2y-2y-x-2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呃 y-x-2 我可以把它变成减 挂弧x-2y-2 跟刚刚的也是一样的东西 它变成x-2y over x-2y-2 加y over 减挂弧x-2y-2 然后它变成 x-2y-2 over x-2y-2 所以它变成x-2y over x-2y-2 它是平方差公式 x加y x-2y-2 我们的平方差公式 我有这个x-2y-2 它变成x加y x-2y-2 这个东西它是无处不在的 有可能它是让你直接 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 它也有可能在这种 加减乘除的题目里面 然后最后它变成1波x-2y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x-2y-2 所以我变成x加y 然后它就可以越减 所以读中的老师 他这个题目出的很漂亮 就是他让你这样换了符号 然后过后下面的分母 是能够直接越减的 然后这一边2x加2 2x加2它分母一样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2x加5 减挂弧x-2 然后2x加2 你要知道哦 这一个是直接减这个东西哦 它上面减下面 但是因为上面没有东西 我就不用写了 所以我的2x加5-x加2 over2x加2 2x-xx加7 然后2x加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x加7 2x加2 然后 然后x加y x加y x加y 它的分母是一样 所以它在这一边 x-z加 z-y -y-z 所以我就有x-z加 z-y-挂弧 y-z 然后它的分母这一边呢 就over 那一个x加y 所以我的这个z-z就没有了 所以它就变成x-y -y -y 加z over x加y 所以它变成x-2y加z over x加y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这样沉进去 然后拿到的答案 就会变成这个x-2y 加z over x加y 然后这个分母是一样 2x加1 所以它这一边减挂弧 然后我这 这个就会变成了 那个x加2 减挂弧 2x加3 加3x加1 然后over 这一个是 那个2x加1 所以我就有x加2 减2x 减3 加3x加1 然后over 这一个 它会是等于 那个2x加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3-2 1 1加1 2 2x 2加1 3-3 没有 所以我的答案 就会变成2x over 2x加1 好 这个是它分母一样 的那个加减 分母一样的加减呢 我们就能够直接加减 OK 然后可是它分母不一样的加减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分母变成分母的LCM 所以你要懂怎样把它变成分母的LCM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看回 应试分解的那一份的最后的部分 那边有些HCF跟LCM OK 你应该回那边看 或者是这一个的前一个部分 是属于它的那个 同分通分通分的部分 你要先通分再来加减 OK 好 这一边呢 可能有学生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减要整个合起来 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假设呢 我在这一边 我的那个东西是这样的 我有那个什么 呃 4-1 over 5 - 那一个7-3 over 5 4-1多少 3 over 5 然后7-3多少 4 over 5 OK 啊不要了 我不要不要用4 我这个我改成 呃8 OK 好 8-1 然后他变成7 7-4 他变成3 over 5 这样 好 可是如果我的这个8-1 over 5 -7-3 over 5的时候 我把这个减挂弧起来 他就会变成了那个8-1 减挂弧7-3 over 5 所以他变成8-1减7加3 over 5 8-7-1 然后他变成3 over 5 对了哦 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 我没有 没有放那个减的时候呢 他这个8-1 over 5 减挂弧 减7-3 over 5的时候 他变成8-1 over 5 没有8-1 减7-3 over 5的时候 他只是减前面的时候 然后你看减 然后他变成减3 over 5 好啊 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错的了啊 这个才对啊 所以你的这个减的时候呢 他是整个减挂弧上面 减整个上面的挂弧 所以他是要减整个上面的东西 OK 你这一边减整个上面的东西 减整个上面的东西 这样才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个减整个上面的东西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你要把上面的东西 他如果有两个加减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把它挂弧起来 然后加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造写就可以了 减的你都要小心 减成进去 减成进去 然后挂弧里面 所以他这个没有就造写 减的你就减挂弧起来 加3 x 加1 然后减2 x 减3 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如果他这个你看2 x 加3 减挂弧 x 减2 x 然后你的这个减的时候呢 你这边也是减 x 加2 这样的东西 可以 好 所以他就是这样 嗯 所以这边是CT9C同分母的价件 做完了